今天我們進行網上直接的對話 我們上個星期講了James Webb的太陽望遠鏡之後 反應都很熱烈 似乎很多人 就算不是科學界都對太陽望遠鏡很著弱 你看到第一個就連拜登也要下水 上個星期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節目是做得定的時間 是剛好在他的新聞發佈會之前 所以真真正正公佈了那五張照片 我們就沒有介紹到 我們就純粹由他第一張公佈的那張照片 大約知道這個James Webb這個望遠鏡 的確是很厲害的 可以讓我們看到很多 以前看不到的東西 我們也有簡介過他的意義在哪裡 現在正正式式看到那張照片 其實台長你覺得如何? 你就這樣拿下去 你現在這張照片 我當然不是韓內人 甚至不要說韓不韓內人 就是一些皮毛的知識都沒有 但是我很肯定看到這個和以前的 我在這新聞照片的很不同 第一樣是這個high resolution 就是高解像 高解像之餘呢 你還看到很多這些不同的顏色 這個也是超乎的 因為那個顏色的跨度很大 那只是這兩點 我覺得今次的這個 這個望遠鏡是相當之厲害的 那這裡呢 又要補充一點點 那如果你說哈佛望遠鏡的那個看的那個顏色 就比較接近我們人眼看到的那個顏色 因為他比較是看我們可見光的東西 像一個正常的相機那樣 那現在這個James Webb呢 其實因為他要比較集中拍一些更加遙遠的東西 而遙遠的東西呢 很多時候就是很多的紅移現象在那裡 所以那些波長通常拉得比較長的 那如果你這麼辛苦擺得過望遠鏡的東西呢 你一定是希望他很多不同的波長你都看到 而且呢 如果要集中看遠的東西的話 那可能是一些那個波長 比我們可見光更加長的東西 就是比如紅外光的東西呢 他會集中看多一點 那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影像呢 很多時候是會有一點點的一些人工著色 一些後期的加工在那裡 那但是 好像你這樣講的 那個資訊量不是只有顏色豐富的東西 就是顏色豐富你可以說 會不會只不過是填的 填得漂亮的 那但是實際上它裡面的其實資訊量很大 也算 那你會看到就是 我上個禮拜也提到了 很多的變形屈曲是來自己叫重力扣鏡的效應 那這個就是在第一張公佈的 那一張照片上面很多不同的天體 那裡看得到 那其實有一些的資訊呢 我們可以再講仔細一點點的 其實就是說呢 它其實包含了一個 一堆近我們一些的物質 就將一些在它身後面更遙遠的物質 發出來的光屈曲了 那所以我們看到很多這些弧形狀的弧線 就是我們就 其實台長你現在呢 剛剛去後面說的那個英文那個節目呢 其實就是講了這件事情 上面的弧線是怎麼樣的 有一部分它特別會是講這個重力透鏡的現象 和這些弧線的來源 為什麼會有一個重力透鏡呢 其實就是在這些這樣的英文節目裡面 都已經及時地介紹了出來 嗯 好了 那但是呢 我們譬如說要詮釋這些的資訊呢 我相信也都不是有一些 就是行業人可以做到的 那我們經過一個禮拜呢 其實你覺得就是那個看到的照片 給我們一些什麼新關於這個 就是整個宇宙的一些知識 我會這麼說 有很多東西呢 譬如說我們上個禮拜做完節目呢 它公佈了五張照片 那如果你說那五張照片 都是去展示一展示肌肉的 其實就是展示了這個 James Webb望遠鏡的能力 它不只是很遠很遠的東西 它遠的東西比以前 哈佛拍得更遠更清楚 它還可以拍近的東西 它拍的光譜範圍也是更加寬 那譬如如果台長你再留意 他公佈那五張照片 那有一些就是叫做行星撞星雲 有些就是一個五個銀河系的組合 而且這五個銀河系 有部份的銀河系是他們互相在糾纏著的 它究竟是會不會準備撞 還是在那裡你拉扯我我拉扯你 那我們是看得更加清楚 那另外有一些就是 它最近剛剛這兩天公佈的那張 只是拍木星 近到這樣都可以 可以說遠到去一百三十幾億 就是年前的那些星體發出來的光 到現在近到我們普通的一個木星 在我們太陽系以來的東西 它都可以拍得這麼清楚給我們看到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就非同小可了 其實就是 但我不明白的地方就是 譬如我們看木星 即是這個Jubiter 我們現在普通我們都看到的 甚至我們現在我們就這樣在地球上 就是它放了這個上去 這個拉格納線和我們在地球看 你看這個這麼近的東西有什麼分別呢 那它這裡呢 譬如台長你現在展示出這張照片 你可以想像它是一個 其實是紅外線光譜出來的影像 就是我們如果這樣用那個望遠鏡看 就可見光了 那其實呢 更加多有趣的資訊呢 可以是透過觀測這個 這個木星的紅外線可以看出來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我們自己人都發出軟紅外線的 因為我們人有自己的新陳代謝 是不是 有我們自己的深化的反應 令我們發熱 那這個木星自己呢 它除了是由太陽 它會有太陽光照射去反射太陽光 於是它都會有些紅外線的信號給出來之外 其實就算在這個木星自己的內部 它都不停地在散熱 木星自己本身是一堆很密集的氣體 它密集得來它又不夠密集 如果它再密集多些多幾十倍呢 它是有能力去點著自己的核醉變反應的 但是它不夠重 不夠密 因為它本身的物質不夠 於是它也有很多自己的高密度的氫氣 撞來撞去 都會有一些餘熱 在由它的木星的核心那裡 慢慢向外散出來 即是地球都在散熱的 但是木星也都自己在散熱 而且木星散熱的效應挺強的 所以這些由木星自己本身發出來的紅外光 多多少少幫我們看到就是 木星裏面內部發生什麼事 所以如果我們有一個很好的探測裝置 看看木星給出來的紅外線光譜 也都相信能夠給出一些 我們本身看不到的一些木星的資訊 這個我們其中一個期待 但是這個在以前看不到嗎? 在透過James Ross才能看到嗎? 是的 你這樣說我們的影像 我們很容易看到 但是這個影像裡面 所構成的 給出到這個影像 背後的那些成份 怎樣拆解那些東西呢? James Ross給我們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 現在就是 如果這樣說的話 就是說 如果給它瞄準到 其實很多星體 我們都可以知道它的內部結構是怎樣的 又不可以說很內部 因為又要看到它本身透不透明給你看到 就是起碼我們看到的深度 可能會再好一些 那比如舉一個例子 其實James Webb也有公佈說 我們在嘗試去看一下另外一些太陽系 我們現在在另外一些太陽系裡 發現了很多新的可能移居的行星 就是可能是地球2號、地球3號這樣的東西 我們怎麼知道它們上面 有沒有一些適合的條件呢? 原來用James Webb 已經可以初步看到這些 在我們太陽系以外的其它行星 就是圍著其它太陽串的其它行星 它們的部分的大氣成分 尤其是水氣的成分 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正正應用我們很久之前已經講的 就是說 我們要研究這些星際的氣體 很遙遠地研究 你想知道上面有沒有生命的可能性呢? 那你除了知道它的光 它的光度是怎麼樣 從而知道它的溫度大約是怎麼樣 然後你再仔細一點就是說 你由它的光譜裡面 知道它有哪些光譜線 你知道它上面有什麼成分 那現在你會發覺 這個James Webb就開始打開了這道門了 我們要了解我們太陽系裡面的其它行星 甚至衛星上面那個微弱的大氣 上面有什麼成分我們做得到的 但是如果說的是我們太陽系以外的其它太陽系呢? 你會發覺現在 James Webb已經是第一次輕而易舉就做得到的 就是說 你可以想像一下 James Webb 由去年年尾發射到今年年頭 進入軌道開始進行校正的這半年的期間之內 它已經和我們去找到一些資訊 知道一些其它太陽系外上面的那些大氣 它的成分 那麼我們就在 其實台長你現在展示出這張圖 就正正其實是一張證據告訴他 在這些太陽系以外其它的行星 它上面是有水氣的一些證據在那裡 我們有能力去探索這件事 現在就代表著 那我想這個其實這個生命價值 我想是其中我最高的 就是因為很多人很想知道 在地球以外還有沒有生命存在的可能 那一直有很多資源都是擺在這方面 那是不是James Webb在這邊都很優勝呢? 我會說是的 就是起碼我不知道最後會不會找到 OK? 但是如果找到更加相關的證據 我想James Webb是將它很容易 給到第一手的證據給我們的 就是對於一些很近的東西 OK? 好像木星這些東西 我們都看到 也都看到一些比以前更加清楚 去到一些我們太陽系以外的行星 我們現在不只是在討論它上面 有還是沒有移居的行星 我們還可以探索一下 它在移居的行星上面 有沒有適當的一些地理條件 是不是? 如果你說將來再找到 可以從這些光譜到 找不找到有多少的有機物質在 我想又是這些更加驚喜的發現 可以預期 然後上個星期都有講的 它比起以前的黑背望遠鏡 可以看到更遠 就是說它可以探索到更加接近宇宙起源 一些更加早期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這個其實就是在它公佈的頭一張圖 其實就代表了它有一個比哈佛更加強的能力 那邏輯上我們是不是說 如果我們那個望遠鏡看得最遠 就可以接近宇宙起源 是的 其實是的 以往哈佛看的時候 它看得很遠 但是很遠就很模糊 但是現在這個James Webb 就算很遠都不模糊 都相對清楚 就是看得更加遠 其實你說 這個遠不單是距離上的遠 也都是 因為我們宇宙在看距離越遠的東西 也代表著看那些 宇宙越早期發生的東西 因為越遠的它花了越長的時間 所以那些光是更加早就已經發出來 也都代表著 在宇宙更加早期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所以現在就是說 我們將遠的東西看清楚 也都代表著 將宇宙這麼早的東西看得更加清楚 但是邏輯上也等於一件事 就是我們現在不可能看到 宇宙現在發生的什麼事情 嗯 這樣說 你要看到一個很遠 這樣說 你要知道一件很遠很遠的事情 現在這一刻發生的什麼事情 我們是不知道的 嗯 但是我們只能夠看到就是 我們這個很短的距離 基本上這個距離短到一個地步 光線來到只是一瞬間 我們基本上不察覺有任何時間流勢的 就是差不多的訊號來到 我們都不太發覺浪費了多少時間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當 其實就是 我看到的和你看到的東西是同步的 我看你看到的馬上發生的東西 就看到我現在的東西 就是這樣的意思 是啊 好了 這一節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其實知道 這個James Webb的望遠鏡 之前其實是選委過的 當時這個選委 是不是如果不收補到呢 基本上這個望遠鏡是廢的 這裏這樣說 我們是預計了會有選委的 但是我們預計這個選委 是不是都可以接受呢 這樣 這個一定無可避免 就是我們要設計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預計了會撞下來的 因為在宇宙空間裡面很容易有 你只是說很多的流星 就是那些流星雨 很多的隕石還沒跌下來地球的時候 它就飄浮在這個地球軌道附近 那這次這個James Webb這個望遠鏡 他放在比月亮距離地球 多兩三倍左右的距離而已 那麼周圍有很多 就是你可以想像 如果遇到一些隕石帶 一些流星雨的季節 那麼很多的東西撞上去 那麼如果撞一撞就沒有 那麼我們就不合復成本效益 所以有些東西要預計了 這裏我就具體不清楚 他們那個工程上面做了些什麼的手腳 但是原來其實這個James Webb 都有一些 一些基本的自我修復功能 就是有一些後備功能可以開出來的 就是有些東西是如果你壞 他自己有能力去替換這樣 這樣令到他的壽命可以長一點 那麼現在就唯有就是希望 未來的十幾十年 不要真的突然出現一件很重的東西 就一下子撞下去了 那個宇宙很大的 你如果這樣更難 就是比中樂樂彩 但是有時候在宇宙裏面 中樂樂彩都不是那麼難 這件事來的 所以呢 我記得好像是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撞過 我們不記得一下 但是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 是存在的 所以最近其實他是有一次很輕微的 被隕石撞了上去 然後他甚至乎還啟動了 那個自我評估機制的損毀程度是怎樣的 那後來發覺都OK的 可以捱得過去的 這次就 那就是 可能是小到好像很微不足道 但是總之他有紀錄有評估 就是他整個 整個設計裡面 他大約都知道 他的軌道裡面會經歷了 幾多年一遇的 這些天文事件 究竟這個設計 能不能抵擋著 這一種級數的破壞呢 那他們是需要有一個評估 如果不是 就不會亂扔上去的 好啊 那你估計他 這個James Webb的討論 可以用多久呢 我當然是希望可以有些哈佛 我記得哈佛那時候 扔了上去 再弄上去 都去到1995年左右 後來一下就熬了二十幾年 那我當然是希望這個東西 又埋到二十幾年 就是到我真的變到阿伯的時候 才退役啦 起碼就 但是如果他搞定上去 應該有一個更加厲害的 看望眼鏡放上去 那也都是預料的 就是我們可以令到這個發展停步的時候 我們就會再升級去 再放上去 再放一些新的 美的東西上去 好了 我們這次有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就等於這個 我們要去一次 再放幾個小時 就等於是 發展示,後來 到一邊 就要做 柳子